这个大夫妆者 拜见了佛陀之后 后来觉悟了自己儿子 发现自己儿子在佛这里出家了 供养佛 供养他儿子 佛教里第一个 第一个是什么 金色寺庙 在哪儿 就在路野院 佛陀第一个讲法的地方在哪儿 路野院 我们包头叫什么 路成 你看巧合不巧合 这个佛教里 这个路都是过去佛作路王 然后佛陀释迦牧女佛 第一个讲经的地方 就是在有路的地方 包头就是一个有路的地方 包头是我们蒙古语 对不对 中国话的意思就是一个有路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一个有路的地方讲经说法 好不好 所以佛陀我们佛教界里第一个寺庙就是路野院的经社 然后佛陀就在那边 然后耶稀又有五十个朋友 也来看这个耶稀说 这个富家子弟吃喝飘渡 听说现在出家了 跟着一位老师 他这个老师有多伟大啊 真的让这个富家子弟能够 哎呀抛去五玉啊 降伏烦恼啊 这个人本事多大 我们就看一看一看好嘞一去就不回去了 都跟着佛出家来 哎 然后佛陀然后从路野院再去摩切托国路上就经过三家社 优楼平罗家社 这个三兄弟三家社兄弟 就第一个老家社啊 有五百个徒弟 连师父带徒弟都瘦了 师父都拜 他那个老徒弟 优楼平罗家社已经一百多岁了 能说释迦牟尼佛在三十几岁啊 一百多岁的下面有五百个徒弟的 就拜佛陀 当时一个徒弟都没带 佛陀就一个人 你看 那过去的人有道德吧 有道德 你看他都一百多岁了 有五百个徒弟跟着身边 他居然看到这么年轻人有德 结果都拜他为师了 他还说 他跟徒弟们说 他说我今天愿意拜这位年轻人为师 我重新之后就做他徒弟 你们愿意跟我一起拜师吗 这五百个徒弟说 太好了 太好了 师父你太伟大了 哈哈哈哈 就是 哎 好了他 他这个一拜他为师了之后 前面的法器都不要了 赤火婆罗门嘛 把那个上那个那个法器都丢到那个丢到你脸残河 你脸残河发大水啊 就从上游冲下去了 在下游的那两个兄弟 两家穴兄弟 一看 哎呀这不是我哥哥的东西吗 怎么都飘下来了 我哥哥遇到强盗了还是被人遇到歹人了 赶快带着徒弟都来看 一看就又遇到佛了 一听佛说法 好了 这两兄弟又各带了二百五十个徒弟 合在一起又是五百个徒弟嘛 结果也都归异佛了 与我全部都散来比丘剃头出家 所以你还就说了 就说了多少来 佛陀就这一路又收了一千个徒弟 一千个徒弟后来到了摩基陀国 又遇到十六岁的摄理佛尊者和穆建连尊者 摄理佛尊者穆建连尊者 都各带了一百个徒弟 都归佛出家 所以就什么 一千两百五十五个人 但是那五个省略不说 就千二百五十人去 今是大罗汉 前面比丘是阴 大罗汉是果 罗汉这个果就应对前面的阴 起始 比丘是起始 起始嘛 大罗汉是什么 是圣人 是阴供 前面是布摩 那大罗汉呢 这个好就叫什么 就叫杀贼 不单来摩害怕了 是不是能把摩给除掉了呀 大罗汉 前面是 前面是破恶 后面呢 后面呢 已经超出 他不仅仅是破一切恶了 他还且已经超 断出一切烦恼 叫无声 第三个是无声 所以阿罗汉 他前面有一个大阿罗汉 什么意思 就是说外面 所以你看试出这家阿罗汉 实在里面都是什么 都是菩萨 都是菩萨 然后这么多 大阿罗汉 叫众所知识 这些每一个人的名字 拿着讲 大家都知道的 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德行 大家都认识 都熟悉的 这个意思 然后下面列举一点 列举出来 比如说 长老舍利弗 摩合木剑莲 摩合假摄 摩合假战眼 摩合聚西罗 离伯多 周立叛陀结 南陀阿难陀 罗洛罗 乔凡伯迪 兵陀卢婆罗多 加六托移 摩合皆兵罗 伯居罗 阿妙罗陀 如是等住大弟子 这些文明世界的这些 这些大善知识 像谁呢 像长老舍利弗 木剑莲也是长老 列的这些都是长老 岁数也大 切纳也高 道德也高 这三个全部符合 而且这列的这十六位 我们就叫十六尊者 十六尊者 每一个尊者都有很多的故事好讲 从他出生修行 一直到教化众生 最后到涅槃 是不是 这十六位尊者 各个都是人间第一 你比如说 圣地佛尊者 什么第一 智慧第一 木剑莲尊者是什么第一 神童第一 侠舍尊者是什么第一 投投第一 最后冰屠卢尊者是什么 福田第一 为什么要打灾呢 只要打灾 冰屠卢尊者就秘密的来应供了 你看 打灾好了 哎呦 那也就是 那你们听到这个 你们知道吗 冰屠卢尊者是死了还是活的 那他活到现在多大岁数了 多大岁数了 对呀 汉传佛教来说就三千多岁了 那就是上桌部就讲了2558年 那也肯定是2560多岁了 对不对 不是58年啊 不是2558 2600多岁了 哎 他到现在还活着你 相信不相信 相信不相信 哎 相信啊 嗯 啊 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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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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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个夫妻非常恩爱 恩爱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形影不理 就连乱陀送一个波 他老婆都说 你快去快来啊 然后舌头上点了点水放在脸上 说不能等我整水干了啊 你看 你们的世间夫妻恩爱 有没有恩爱到这个程度啊 那是 不能等水干了 我就要看到你啊 否则我会想你 结果佛陀看着他波拿过来之后 佛女神同意啊 不接 佛陀就这样退退退退到金色去 他一直追追追要给佛 结果一直就追到金色里 到了金色里 他说反正到你房间了 你不接我就放在你房间 掉头刚要走 佛陀说你不要走了 你留下来吧 你出家吧 他说我出家 我忒不好意思说佛陀讲的是这个语言呢 很奇特的 佛的这个果报就是这样 佛说一 没有人可以说二 佛说是 没有人说不是 所以这个你们要知道哦 学佛教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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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们来这个侍者把他就是门外把头剃了 穿上袈裟 结果佛陀这么一说 他也不敢说那个 但是跑到外面别人要剃头的时候 他就压低声音跟那个剃头说 你们不能给我剃啊 我以后做皇帝的 你们不能乱剃的 结果他们也是一教父亲嘛 佛说要剃呢就剃啊 就给他剃掉了 袈裟就给他披上了 但是他这个你说 他这个剃了头穿了袈裟 他是心不甘心不愿的 他完全不想做出家人的 他连半天也不想做出家人的 他老是就想着办法要逃回去 但是无论如何逃不出佛的眼睛 他支撑不开 所以包括佛叫他扫地好了 这扫地 他说好我听话扫 他说我扫完地我就偷跑 但是怎么样 他刚把树叶子扫到一块 一阵风又把树叶给吹掉了 他还得扫扫扫扫扫 哎呀 结果就是连风都跟他开玩笑 树叶子扫不到一块去 因为他想着什么 说我把他扫好我就偷跑 所以这个树叶都不往一块去 扫到后来实在气了 把扫帚一丢了 他说我不扫了 我回去我做了皇帝 我派一点义工来给你们打扫 我在这边坐着 我派下面的这个佣人多的是 叫他们来帮你们扫 结果也跑不掉 他从后门跑 结果扶着从后门来的来 他躲到树后面 结果树还扫不开了 哎呀这个简直是没办法 连树都不让他躲 你看树都不让他躲 把他让回来 佛徒说你干嘛 他一看到佛徒 他又敢说我偷跑 他又跟着佛又回来了 结果佛那天看他实在是那个 那佛徒说你看我带你去散散心 后花园走走好不好 好我正要散心 我实在太烦恼了 结果到后花园之后 有一群猴子在那树上爬上爬下爬下玩 这树边上有一个老猴子也爬不动了 有一个老母猴 赖皮猴 眼睛还瞎掉一个 老的牙也掉了 眼也瞎了 皮也赖了 爬也爬不动了 佛陀就问他 这个老母猴跟你老婆哪个漂亮啊 这个男主一看 这怎么好比啊 我老婆印度全第一美女啊 跟这个老猴怎么好比啊 那佛陀就跟他说 我要不要你跟我去开眼界上天走一趟好不好 他说还能上天呢 说佛陀不是就是这样 释迦牟女佛伟大吧 要上天就上天 你看 他说你抓紧我衣服啊 眼睛不要睁 我叫你睁眼你再睁眼 他说抓紧了之后 然后就腾不空气 我只听到耳边风声 过一回 静下来了 佛陀说可以睁眼了 眼睛一睁 哇 真的到了天堂了 哎呀 那个东西都是光的香的 哎呀 那个金碧辉煌的 然后 然后 看起来是目瞪口呆啊 佛陀说我在这里 你自己走走看 好像步行街一样 自己走走看 好 那就走了 我看了这个天宫里面 五百天女 各个 天险啊 那了得 服侍了天主 每一个宫殿都是这样 热闹在里面 哎呀 快乐无比 结果 走到一个宫殿 冷冷清清 声音没有 再一看了 五百个天女的大瞌睡 他就跑错过去问了 他说哎 别的天堂 别的天宫都很热闹啊 你们这里为什么这么冷清啊 他说啊 你们不知道啊 我们的主人呢 现在还在地上呢 他刚跟着佛陀出现了 等他死了之后就到这里来 我们五百个人服侍他的 他一听 什么 服侍我的 头乐都不得了 跑回来到佛陀边上来了 佛陀问他怎么样 看到什么了 哎呀 我就看到很多天女 长得很漂亮啊 他说怎么样 那个天女跟你老婆比起来 哪个漂亮啊 他说 那怎么好比啊 那要比起来 那我老婆就像那个老母猴一样啊 从死之后 纳陀再也不想他老婆了 他就等着这五百个天女来服侍他了 哎呀 你看 所以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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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纳陀的故事都很多了 我就不讲了啊 到此为止 我们就是 哎 我们是不是财色名十岁啊 哎呀 这个放不下 那个放不下 对不对 那出家修行还到了 至少是天的 哎 那要懂得极乐世界 那你要阿弥陀佛 你看 暗号一样 手机号码一拨 南无阿弥陀佛 六个号码 就直接去极乐世界 你看 哎 哎 哎 观音菩萨来接引 你看 圆筒快递 跟你说佛世界 就跟你快递了 极乐世界 哎 好好 哎 佛法太伟大了 佛法伟大到 我们整个 我们没办法 我们整个人的智慧 没有办法去思维佛的伟大 佛法的伟大 前几年我到英国 牛津大学 有一个学院去 去到那边讲课 我就讲阿弥陀佛 我说阿弥陀佛 比牛津38个学院 所有教授加一块 我一句阿弥陀佛 就超过他们了 是不是 哎 所以你儿子女儿 什么在清华啊 在北大 在剑条啊 在牛津啊 在哈佛啊 不稀奇 不如到这里 我们观音寺来听个经 哎 哎 就超过他们了 哎 这三天你们能够在这里听的 这个毕业证呢 那可是 他们那个是铁牌的 我们是金牌毕业证 好 这十六尊者 每一个尊者都有很多故事的 这些尊者 那后来 阿弥陀佛尊者又改变了 后来佛陀佛又带他去 有地狱 又看到地狱的苦 断除轮回的心 不贪世间的福报而修行 围求三界 求出三界而修行 后来成为佛教界的 也是这个大长者 这个里面 你看 阿弥陀 后面阿弥陀 阿弥陀呢 也是佛陀的弟弟 堂弟 佛陀的父亲是晋梵王 晋梵王的兄弟叫甘露梵王 那个阿弥陀就是甘露梵王的儿子 他们等于是 我们怎么说是堂弟还是表忠弟 堂弟 是堂弟 那 罗佛罗尊者呢 罗佛罗尊者是佛陀的儿子 这个儿子是哪来的 这佛陀不是那个的 他要出家爸爸不同意 他说我香火都没有啊 怎么醒啊 结果他手一指 这个耶稣的肚子 他说他就怀孕了 手一指一道白光 耶稣托罗就怀孕了 所以佛陀出家之后好几年 罗佛罗才生出来 所以别人都传说 说你看 希达多太子修行去了 然后耶稣托罗 跟别的男人好了 就是冤枉不冤枉 很冤枉啊 那为了证明这个怎么办 过去人最重民洁嘛 他就把火烧起来 然后说如果我这个儿子 这个罗佛罗不是希达多太子 我跳到火里把我母子两个都烧死了 如果是的 母子无恙平安 要跳之前 就点了个香 我们那个界定真相 为什么叫耶稣托罗 对不对 昔日耶稣托罗 就是讲的这段故事 所以我每次点香就这个意思 他点香就祈祷 希达多太子啊 你要证明我的清白啊 这个罗佛罗是你的孩子啊 这样 结果往火里跳 那个火当下灭掉 那天下的人都知道 哦 我能 哦 这个这个 罗佛罗不是别人的孩子 是希达多的孩子 但是为什么会在妈妈肚子里一蹬蹬了六年呢 为什么 过去做小孩以前是 做小孩的时候好玩 把老鼠洞塞起来了 塞了六天 果报就是他在妈妈肚子里被堵了六年 英国厉害不厉害 哎 英国很厉害啊 我们要不要借恶啊 借恶修善啊 所以这里面 每一个里面 故事很多的 下面 那 哎 皆是大罗汉 中少知识 啊 这十六尊者 十六尊者 啊 我们这个 有的佛殿里都有数啊 都有数 啊 一般我们这个十六尊者 在中国呢 又见了两位 啊 这这个 变十八罗汉 啊 十八 就是在佛教里 最不常指的是这十六尊者 如是的诸大弟子 啊 佛的大弟子 并诸菩萨 摩赫萨 嗯 大菩萨 还有这个法会党现场 还有这样的大菩萨 像文殊实力法王子 阿异多菩萨 前陀科提菩萨 藏经经菩萨 如是能诸大菩萨 就举了四位 四位第一位是谁啊 文殊菩萨 在声闻原觉当中 声闻众当中 摄理佛是智慧第一 也就是权 啊 权位的 是智慧第一 文殊菩萨呢 是十位的 啊 大菩萨里面 智慧第一 阿异多菩萨呢 是谁啊 大慈弥勒菩萨 前陀科提也是印度话 这里面很多都是印度话 前陀科提是中国什么意思呢 叫不休息菩萨 不休息 无量节以来修行 不休息 下面呢就是常经经菩萨 无量节以来 常经经 台湾 大菩萨 一切 二切 过来 一切 大菩萨 不休息 大菩萨 大菩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有 对不对 你看那个卡罗开半夜三点钟还在那唱 是不是 你有没有念佛堂里三点钟还在唱 没有啊 我们三宝弟子文思修行 要不休息 要常心静啊 至少我们要比那个凡夫 比那个杀猪的杀鸡的 杀猪杀鸡半夜就起来了 对不对 那我们呢 我们要比他精进一点对不对 有人说比比就很惭愧啊 为什么英国大师说常惭愧啊 要不要惭愧啊 惭愧啊 语如是 诸大菩萨 是不是就四位啊 四四位四百位四千四万 四亿也不止啊 几十体欢迎 十体欢迎是天宗的代表 三十天天主 又往大帝 又等 又这个等 等是不是等我们一下等 不是等 等 等 这是 像这样的天王 无量诸天大众 不但娑婆世界 此方世界 乃至他方世界 过去现在 在佛的意识当中 请我们现在此时此刻 讲经说法 玉皇大帝 知道不知道 我前几天就说了 我说我们讲经说法 要下下雨 今天有没有领到 昨天彩虹有没有看到 你看好事都被我们遇到了 昨天佛光照 今天赶入观 对不对 哎 哎 你们回去昨天是第一天听经吗 回去怎么样 业障消得怎么样 有没有消业障的现象 哎 好 恭喜诸位啊 哎 这个就是 这个序里面的重的一个内容 下面一段也是序 耳时佛高长老舍利佛 崇世西方过十万亿佛度 有世界明月极乐 其土有佛 好阿弥陀 仅现在说法 到这里 才真正的佛说阿弥陀经的序 才真正的全部拉开了 所以这一直到这 都属于这个阿弥陀经的序 这个 这一段序 是佛专门 对着社利佛 这个 这个 当机中文说的 这里面没有人出来请法 不像其他经验 谁要 偏袋 右肩 和尚闻佛 世尊 怎么样 对不对 这里没有 这里是佛 耳时 耳时 以社利佛 这样子 从十六岁就跟着佛陀的 在 众中智慧第一 也是替佛宣扬的 平时 连罗霍罗征者出家 都是社利佛给他替度的 当时社利佛征者和穆建连征者 是替佛说很多徒弟的 所以我们中国 你看 释迦牟尼佛两边占的适者 是哪两位 假设阿难 但是在印度 包括在西藏 佛陀两边占的 跟我们不一样 占的哪两位 占的就是社利佛和穆建连 所以这个很多都是社利佛和穆建连的 包括像纳兰托大学 大家知道 佛教里面第一所规模最大的大学 宣装大师一千三百年前去学习的地方 里面有学生好几万人的 大学七十公里的范围 那个纳兰托大学呢 就是社利佛征者的家 那就是他缘起之后 他的弟子们为了纪念自己的老师 就在那里修成寺庙 后来越来越大 成为那个 所以这里面告诉社利佛 重世西方 这个重世西方什么意思啊 这是世代的什么 这是从这里 也这里是哪儿 娑婆世界 从娑婆世界向西 向西 过十万亿佛土 有世界 明月极乐 所以这个经文从这边 就开始进入主题了 这个极乐世界的教主 名字叫阿弥陀 现在在说法 这个现在在说法 请问我们此时此刻阿弥陀佛在不在在 在 所以他不是指过去佛 也不是指未来佛 他住在还在的 这个极乐世界 这个极乐世界虽然说 离我们这里有十万亿佛土之遥 一个佛土 像我们说破世界佛土 很小很小 只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有的佛土 还不止一个 两个三个 有的是 恒河三个 三千大千世界合成一起 唯一佛土 所以可以这么知道 十万亿佛土 我们就平均好 就算一个佛土 就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就一个银河系好 那你想这个距离多远吧 远不远 其他世界离我们这远不远 从物理距离上是很远的 从心 从我们的佛性的距离上不远 对不对 叫直尺西天 对不对 但是佛从这里讲 是讲是讲是一个 佛陀这里讲不是比喻 它是一个很远的一个地方 一个极乐世界 所以要去靠什么去 靠什么去 那所以念佛是不是要念心呢 修行是不是要修行呢 不是靠走去的 也不是靠坐车去的 火车火箭都去不了 坐光都去不了 昨天讲的 现在算 在一个星期和一个星期之间 要一百五十万光年 如果按这个算十万亿的话 那要一千五百亿亿亿光年 我这也不知道怎么讲 做光都要那么多 我们的宿命是根本不行的 光我们现在人类知道的速度最快的就是光了 一秒钟三十万公里 一秒钟三十万公里 一秒钟绕地球七圈半 快吧 但是就这么快也不行 去不了 就是什么 靠心 那佛要不要来接 接 那佛怎么接 怎么接 那怎么接我们的心 心靠什么接 我拿手能把你的心抓来吗 能不能 不能 不能 佛教以性 应性啊 前面讲了 佛教要不要有传权 要有啊 信心相应啊 信心相应啊 我们去也不是靠脚去 佛来接也不是靠手来拿捏 啊 就是靠心啊 心和心通了 就是娑婆世界和极乐世界就通了 为什么我们念佛念来念去不相应 就是因为我们的心跟佛的心没有相应 对不对 叫没有感应道教 如果心和心相应了 哎 那就是 虚神弼弃 如壮士虚神弼弃 啊 所以这个经典的续到这里 再 真正的 拉开了这个续 请现在说啊 圣理佛 彼徒何故名为极乐 其国众生 无有众虎 但受足乐 故名极乐 又舍离佛 极乐国度 七从南省 七从罗网 七从杭树 皆是四宝 周扎围绕 世故彼国 名为极乐 又舍离佛 极乐国度 有七宝池 八宫德水 充满其中 池底 纯以金沙布地 四边街道 金银流离 玻璃和尘 上有楼阁 亦以金银流离玻璃车 与赤珠玛玛 而言是之 池中莲花 大如车轮 青色青光 黄色黄光 赤色赤光 白色白光 微妙相见 摄底余佛 极乐国度 成就如是 功德壮严 这个 这个里面你看 就介绍 详细的开始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为什么叫极乐世界 但受诸乐 无有诸苦 我们说破世界怎么样 我们说破世界什么 我们说破世界叫三苦八苦 对不对 所有一切都是苦 是不是 你说我很快乐吗 快乐会失去 叫什么苦 叫坏苦 苦 叫苦苦 快乐叫坏苦 你看 苦苦坏苦 还有种种的三苦八苦 无量种苦 那极乐世界呢 苦的名字都听不到的 作为这个国土 啊 极乐世界 佛是这个教主 极乐世界的教主 极乐 为什么我们说破世界的人 要抢去极乐世界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苦 贪念乐 对不对 我们人是不是都想以苦得乐的 人都是想往高处走的 那怎么证明它那个地方比我们这高呢 不仅仅快乐 就从物质上来证明好了 那个世界七宝充满 我们现在用现代科学的分析 请问七宝哪里来的 七宝哪里来的 知道吗 我们黄金白银哪里来的 在座有没有戴戒指 戴戒指 戴金戒指 金耳环呢 黄金白银 柏金哪里来的 知道吗 地球上你学过元素表的 几十种元素 但是金和银这些重金属 它产生 科学家告诉我们 需要相当于太阳这样的一个恒行 爆炸巨变当中才会产生重金属 稀有重金属 那我们那个地球呢 我们太阳系到现在形成以来 只有151年 是一个很年轻 年纪很小的一个星球 所以黄金白银很少 所以黄金白银很贵 对不对 那极乐世界怎么样 极乐世界那里黄金白银不稀奇 满大地都是 就像我到满洲里边上 那有个大草原 我们走到那个大草原 满地都是马银 满地都是马银 你们你们出马银吧 满地都是马银 极乐世界就是满地都是黄金 黄金为地 七宝就满 所以如连盖房子都用的都是这个材料 我们盖房子的钢筋混凝土 对不对 水泥 杨灰这样的 极乐世界盖房子 直接就拿黄金白银珍珠麻麻 到珊瑚湖泊盖房子 盖出来舒服吧 哎呀你看盖起来装修都不用装修的 七宝合成 七宝合成 从圣意底上来说 阿弥陀佛啊 是通过 暴身的修法 而见到的土地 而见到的世界 所以极乐世界又分 分几种 又分四个土 极乐世界分四土 哪四个土呢 凡圣同居土 方便有余土 时报庄严土 长级光土 去极乐世界还分这四个频道呢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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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点 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比如说我们地球上我们这些人比较含有烦恼的 但是很有三根 听到这个佛法能遇到善知识 然后就非常听话 一脚凤行 得善知识射受 叫你念阿弥陀佛 叫你念观音菩萨 叫你念地藏经 你念地藏经 你就很听话 有好徒弟 死了之后为佛光射照 虽然见死而过未断 但是你身心跟善知识相应 善知识是谁啊 善知识是谁 善知识是谁 是不是 有没有搞清楚 所以这个世界就是我们为什么就 佛法越来越衰弱了呢 衰弱就是我们我慢功高 然后对善知识一看 你不是一个凡人吗 我为什么要信你 我为什么要把我的心要给你 你心不给出来 心怎么相应呢 心心怎么相应 心心不能相应 你跟极乐世界 就圆不成熟 所以叫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 第一个大的善根就是信 这个信是最不容易的 老师说最不容易的 现在我们讲解了大家的这个 哦 师父责任讲解我们的听 我要真考验 我们心我们要真的相应 我们现在讲经 我是扮演的是一个讲经的人 我只是给你们讲解 但实际上生活当中 你要遇到善知识 你要跟他心心相应 请问这个本身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是不是 你就是好像一家的过日子好 丈夫 妻子 一辈子过几十年有可能性还不相应呢 不要说看不见摸不见的佛法呢 无量光无量数呢 就是有量光有量数 就看得见摸得到的 那两个人心相应还不一样 你要吃大葱 他要吃大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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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吃大蒜